中国奥运史上含金量最高的40枚金牌 第40名 何文娜 北京奥运女子蹦床金牌 何文娜在北京奥运会女子蹦床预赛以67.2分的成绩晋级决赛 决赛中发挥更好 凭借是4.5的难度分和37.8分的总成绩 击败所有对手 拿下中国蹦床被在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枚金牌 第39名 陈龙灿为秦光 汉城奥运乒乓球男双金牌 乒乓球项目在1988年才进入奥运会 陈静焦志敏在女双决赛输给了东道主选手玄敬和梁英子 这样男双的陈龙灿为秦光就兼富国拼拿下奥运手金的重任 他们也不负众望以2比1击败南斯拉夫队的普里莫拉茨 卢普莱斯库组合夺冠 第38名 巴黎奥运花样游泳集体金牌 中国花样游泳队奋斗了很多年 终于在巴黎奥运开花结果 他们在技术自选 自由自选和技巧自选三套动作 都遥遥领先于所有对手 最后拿到996.1389分夺德队史第一枚奥运金牌 第37名 葛飞顾骏 亚特兰大奥运会羽毛球女双金牌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新增羽毛球项目 但中国队仅夺得一赢四同 亚特兰大奥运会才由葛飞顾骏在女双决赛以两个是5比5 横扫韩国选手吉永雅张慧宇 拿下羽毛球历史上第一枚金牌 第36名 周济红 洛杉矶奥运会女子十米台金牌 1984年原定参赛的女台选手吕尾突然受伤 周济红才幸运获得参赛资格 她在女子十米台决赛发挥出色 以435.51分的成绩夺冠 不仅帮助中国跳水队拿到手没金牌 也开启了跳水队成为唯一一支每季奥运会都有金牌进账的辉煌 第35名 苏一鸣 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金牌 2022年北京冬奥会 苏一鸣先夺得单板滑雪泼面障碍技巧银牌 又在一周后勇夺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冠军 不仅成为中国第一个单板滑雪冠军 还已17岁362天的年龄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冬奥冠军 第34名 宫金杰中天使 里约奥运自行车女子争先赛金牌 中国自行车奋斗了很多年 在里约奥运才是显灵的突破 宫金杰中天使组合在资格赛打破奥运记录 在复赛又打破世界记录 最终在决赛击败俄罗斯队 拿下自行车队第一枚奥运金牌 第33名 王旭 雅典奥运自由市摔跤女子72公斤级金牌 举重 摔跤 柔道 跆拳道和拳击 被称为五大重竞技项目 而中国队在摔跤的成绩最差 雅典奥运会王旭在女子自由市摔跤半决赛 爆出大冷门 击败五届市井赛冠军兵口金子 又在决赛以7比2击败一位俄罗斯选手 拿到摔跤队第一枚奥运金牌 第32名 马龙 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南丹金牌 马龙在东京奥运南丹半决赛4比3 险胜中国台北的林云如 又在决赛以4比2击败老对手樊振东 不仅成为乒乓球队第一位五金王 还是唯一一位未免了南丹冠军的乒乓球王 第31名 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华女子3000米接力金牌 由王蒙 周扬 张慧和孙玲玲组成的中国队 在温哥华冬奥会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 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击败所有对手夺冠 这不仅是短道速华历史上第一枚接力金牌 还让中国女队包拉了所有四枚金牌 第30名 全红蝉 东京奥运女子跳水十米台担任金牌 全红蝉在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台担任决赛 凭借第二跳和第四跳全场棋位裁判打出满分 最后一跳六位裁判打出满分的成绩 以总分466.2分打破自己的教练陈若琳在北京奥运创下的447.7分的奥运记录 创造跳水历史 第29名 邹凯 北京奥运男子单杠金牌 男子竞技体操在奥运一共八枚金牌 中国在其他七个项目都夺得至少两枚金牌 而男子单杠仅有一枚金牌 邹凯在北京奥运会以16.2分的成绩 填补了男子体操在奥运会最后一块拼图 实现金满贯 第28名 拱立娇 东京奥运会女子签球金牌 中国田津高手在填赛项目奋斗了36年 一直都有奖牌入账 却一直拿不到金牌 直到东京奥运会拱立娇以20米58的个人最佳成绩 踩打破这层窗户纸 夺得中国第一枚填赛奥运金牌 第27名 古爱玲 北京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金牌 年仅18岁的古爱玲在北京冬奥先后夺得女子大跳台 U型持金牌和破面障碍技巧银牌 不仅让他成为首位在单季奥运会夺得三枚奖牌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 还是中国第一位规划奥运冠军 第26名 孟观良杨文君 雅典奥运男子双人滑亭500米金牌 中国体坛曾经有著名的119工程 除田竟游泳外 水上项目也位列其中 而孟观良杨文君正是该项目的突破者 他们在雅典奥运会以微弱的优势击败所有对手 拿下皮滑亭项目第一枚金牌 四年后的北京奥运会他们再次实现未免 第25名 张鸿 索期冬奥会女子速度滑冰1000米金牌 从1992年夜乔波拿下速度滑冰女子500米和1000米银牌后 中国速滑队奋斗了整整22年 才由张鸿在2014年索期冬奥会上 击败所有对手夺得1000米金牌 实现速度滑冰的重大突破 第24名 邹世明 北京奥运会男子拳击次银两级金牌 邹世明在雅典奥运会夺得一枚拳击铜牌 这也是中国拳击队第一枚奖牌 四年后的北京奥运他更进一步 击败一位蒙古选手 拿到中国第一枚拳击金牌 四年后的伦敦奥运 他再次未免这枚金牌 第23名 伦敦奥运会女子重剑团体金牌 有李娜 洛小娟 孙玉杰和许安琪组成的女子重剑队 在伦敦奥运会先以45比42击败德国队 又以20比19险胜俄罗斯队晋级决赛 面对老对手韩国队 中国没给对手任何机会 以39比25大胜对手夺冠 这也是中国基建队唯一一枚团体奥运金牌 第22名 韩小鹏 都陵东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空中技巧金牌 2006年2月23日 来自江苏徐州的小伙子韩小鹏 在都陵东奥会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决赛 凭借两轮总分250.77分的成绩夺得金牌 这不仅是中国第一位男子冬奥冠军 还是中国第一位雪上冬奥金牌 第21名 庄勇 巴塞罗那奥运会女子100米自由泳金牌 早在汉城奥运会 庄勇就拿下该项目银牌 成为中国游泳第一枚奥运奖牌获得者 4年后的巴塞罗那奥运会 他更进一步 以54秒64的成绩打破奥运记录夺冠 成为中国游泳队第一枚金牌获得者 第20名 吕小军 东京奥运男子举重81公斤级金牌 吕小军早在伦敦奥运会 就勇夺男子77公斤级金牌 并打破抓举何总成绩世界纪录 以奥运会他再破抓举世界纪录未免成功 东京奥运会吕小军升级为男子81公斤级 并顺利夺冠 成为中国举重队唯一卫视线三连冠的选手 第19名 陈月灵 巴塞罗那奥运会女子10公里进走金牌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 女子10公里进走才首次列入奥运会 中国选手陈月灵就以44分32秒的成绩 首次夺得进走冠军 这也是中国队第一枚田津奥运金牌 第18名 申雪照洪博 温哥华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金牌 申雪照洪博是中国花样滑冰的代表人物 他们在2002年盐湖城和2006年都林冬奥会 都拿下铜牌 直到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这对黄金组合终于实现突破 不仅夺得中国花样滑冰第一枚金牌 也同时完成双人滑大满冠 第17名 悉尼奥运会体操男子团体金牌 中国队在1984、1992和1996年 已经拿到三枚体操团体银牌 直到悉尼奥运会 才由黄旭、李小鹏、肖俊峰、行奥尾 杨威和郑理会实现重大突破 击败乌克兰和俄罗斯队 首次拿下男子团体金牌 第16名 东京奥运女子4成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中国女子游泳经常能拿下奥运金牌 但一直拿不下接力金牌 直到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 才由张宇飞、杨俊轩、李斌杰和汤姆涵实现突破 以7分40秒33的成绩 打破女子4成200米自由泳接力世界纪录夺冠 实现历史性突破 第15名 雅典奥运女排金牌 雅典奥运中国女排在主力复公赵蕊蕊受伤 一路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晋级 先在半决赛3比2险胜古巴晋级决赛 又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上演绝地大逆转 击败俄罗斯队夺冠 也是中国女排的第二枚奥运金牌 第14名 孙杨 伦敦奥运会男子400米自由泳金牌 北京奥运会张宁夺得该项目银牌 4年后的伦敦奥运会 孙杨终于实现重大突破 不仅以3分40秒14的成绩 打破奥运记录夺冠 还成为中国游泳队第一位拿下奥运冠军的男子选手 第13名 李约奥运女排金牌 朱婷领衔的中国女排虽然小组赛表现不佳 以小组第4名的成绩涉险晋级淘汰赛 但在4分之1决赛苦战5局淘汰夺冠大热门巴西队 又在半决赛和决赛击败小组赛刚刚输过的荷兰河塞尔维亚 帮助中国女排第三次夺冠 第12名 张娟娟 北京奥运女子射箭个人金牌 张娟娟在北京奥运发挥神勇 先在4分之1决赛以106比101击败韩国选手朱贤珍 又在半决赛以115比109淘汰世界纪录保持者已预计 并在决赛以110比109险胜朴承贤夺冠 不仅三杀韩国选手 还多得中国队在奥运会上唯一一枚射箭金牌 第11名 王军侠 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5000米金牌 东方神鹿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发挥神勇 不仅在女子5000米以14分59秒88的成绩夺冠 还成为中国田径史上第一位即是锦赛 奥运会和世界纪录于一身的大满贯选手 她还同时拿下女子1万米银牌 第10名 张杉 巴塞罗纳奥运会双向飞碟金牌 张杉在预赛以150把权重的成绩 成为24位晋级半决赛选手中 唯一一位女枪手 半决赛她再次打出200把权重的惊人成绩 追凭世界纪录打破奥运纪录 她在决赛打出225把223重的成绩 不仅成为奥运会历史上首位击败男子选手的女选手 这枚金牌还是中国飞碟队的唯一一枚金牌 第9名 北京奥运体操女团金牌 由承飞 邓玲玲 何可馨 江玉园 李珊珊和杨依林 组成的中国体操女队 堪称历史最强的超豪华阵容 在北京奥运会以188.9的分数 击败竞敌约翰逊和柳金领衔的美国队 拿下女团唯一一枚奥运金牌 第8名 杨阳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短道速华女子500米金牌 从1980年首次参加冬奥会以来 中国冰雪健儿奋斗了整整22年 才终于由杨阳在盐湖城冬奥会短道速华500米决赛 以41秒187的成绩击败保加利亚明将拉达诺娃 实现冬季项目0的突破 第7名 郑清文 巴黎奥运网球女单金牌 郑清文以6号种子身份参加巴黎奥运女单比赛 一路过关斩将夺取金牌 尤其在半决赛击败自己的枯主 红图女王斯瓦泰克更令人惊艳 郑清文也成为历史上帝一位拿下奥运网球单打金牌的亚洲人 第6名 巴黎奥运艺术体操集体权能金牌 艺术体操项目从进入奥运会以来 就一直是欧洲人的天下 其他大周连拿到奖牌都困难 但这个记录却被中国队打破 中国队在艺术体操集体权全能决赛 以仰套完美的动作 成为第一位拿到该项目冠军的非欧洲国家 第5名 巴黎奥运男子4×100米混合勇接力金牌 游徐家瑜 秦海洋 孙嘉峻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 在男子混合勇接力决赛 以3分27秒46的成绩 首次进入决赛就勇夺冠军 打破美国队该项目长达40年的垄断 这也是男子游泳的首没奥运接力金牌 第4名 洛杉矶奥运会女排金牌 老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决赛 以3比林横扫东盗逐美国队 拿到唯一一块集体球类金牌 同时实现三连贯 老女排精神一直延续至今 三金一赢二同的成绩 也使得女排成为中国集体球类 唯一一个拿过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的项目 第3名 徐海峰 洛杉矶奥运会男子50米手枪慢射金牌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徐海峰凭借566环的成绩 勇夺男子50米手枪慢射金牌 帮助中国对实现奥运会金牌0的突破 在夺得奥运金牌的两个月后 徐海峰将这枚金牌捐给国家 现成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第2名 潘展勒 巴黎奥运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 男子百米飞鱼一直都竞争非常激烈 也被认为是游泳项目含金量最高的一块金牌 以往亚洲选手连决赛都很难进 但在巴黎奥运来自中国的年轻小将潘展勒 以46秒40的成绩大幅打破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结束白人在该项目长时间的垄断 第1名 刘翔 雅迪奥运男子110米蓝金牌 20后刘翔又拿下施锦赛冠军和世界纪录 成为该项目唯一一位大满贯选手 你还知道有哪些意义重大的金牌吗